明星所需要面对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,艰难得多,除了拥有大批喜欢他们的粉丝之外,还有一部分特别讨厌这个明星的人,而这些人的做法,有的时候会给明星带来意想不到, 可伤害其实这样的事情发生很多了,就像前几年刘一飞被粉丝扑倒在等,梦美琪发言的时候被喊下去吧,蔡徐坤被粉丝用激光笔照射眼睛,一语春差点被男粉丝强吻等等等等,防不胜防数不胜数昨天晚上,原本是许多粉丝们期待,已经VTS Sports五周年演唱会,在此之前就因为粉丝剧众被迫去削锅彩排, 虽然演唱会得以顺利举办,但是中途也发生了一些很不友好的事情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,三个人被人攻击拿激光笔恶意照射眼睛,王俊凯王仁一样迁徙无一幸免, 只不过从现在发现的镜头中看,并没有真正的被激光笔照到眼睛里面,但是王源被眼睛当场就被激光笔刺激到了,瞬间眼睛孔了演唱会结束后,一些粉丝对于TF Sports的状况被感担忧, 本来演唱会结束就已经停满了,收视完毕的王源和王俊凯,迅速给大家报了平安,希望大家平安到较早点休息,但是一样迁徙的微博却迟迟没有动静, 直到接近凌晨两点钟的时候,才在微博中向大家报了平安,从评论中可以看出,现场一样迁徙的红海是最多最亮的, 对于尖指贺来说,这是为一样迁徙精心准备的礼物,为沉杂的尖,洗的后台哭了,在五周年的演唱会上,并没有出现属于组合的陈海, 而是属于一样迁徙的红海,属于王源的绿海,和属于王俊凯的蓝海,三个颜色都很美,但是在这一天大家最想看到那应该是所有人穿截一致, 等陈海把演唱会现场被黑粉攻击,王俊凯王源发博报平安,后台的亲戚哭了, 一样迁徙从初到到现在能够走到这一天有多不容易,迁徙贺们心里才清楚, 不过昨天你们为他准备的最美的开学礼物,相信迁徙一定收到了图文来源于网络,如有亲全请联系删除。